老师长 我牺牲一点没关系的 反正旺盛集团 所有其中的一个壳子 再换个壳子去标案不就行了 往后陆陆续续 两三个就开工了 没有破坏 哪来的建设 没错 这一次我们烧掉的房子 就是为了我们大家更美好的未来 我得到可靠的消息 旺盛集团为了推动毒根 一次涉入就宿舍的重夺案 我们强力谴责这样的行为 我已经请警方还有阵风单位 积极展开调查 也把都发局的局长换掉 如果查证属实 我们会立刻和旺盛集团结束合约 陈正凯议员的自拍影片 我已经请新闻室传给大家 我相信现在你们也都收到了 我认为每一个政治人物的私德 都必须收到检验 所以我在这里说明 这一次的选举 我不会支持任何特定的候选人 至于都市更新的计划 我们一定会重新神神地评估 对于这一次不幸牺牲的居民 和消防人员 我们一定会立杯纪念他们 谢谢他们 让我们这座城市有机会再一次伟大 舆论现在都把错怪给陈正凯 市场终于全身而退 欢迎你归队 反正旺盛集团所有其中的一个壳子 再换个壳子标案就行了 帮我陆陆陆续续 两三个就开工了 没有破坏哪来的建设 没错 这一次我们烧掉的房子 就是为了我们大家更美好的未来 你们想一想 你们想一想 十年后 所有的市民会记得什么 是角落的小小的古街 还是这座城市 艾琳 最新最美的地表 你应该成什么英雄了 你这样做也怕蔡总生报复啊 不用管我怕不怕 你们只需要把录音档 拿去好好做新闻就好 什么你们 是我们 你还是我们调查组组长 艾总 对不起 对不起 好了 其实我们不等人 结稿时间已经过了 对不起 慈禧那边我真的说不动她 所以我打算 把这则新闻藏在叶佩里 然后联络一下我社群的朋友 这一次 一定要让蔡重申无法重申 谢谢大家 sponsorship 感谢观看